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3月27日在福州召开 联恒台湾通识转译白话文项目专家论证会 正式启动联恒台湾通识转译白话文项目 该项目由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牵头 厦门大学、台湾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 闽台两地多所高校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台湾通识为台湾第一部通识著作 也是历史学家联恒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 台湾通识分上、中、下三册在台湾出版 全书分为纪四篇至24篇、撞60篇 共88篇36卷,约有60万字 令附表目101项 第一次对台湾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专家学者认为联恒台湾通识详细论述了台湾同胞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一版台湾通识出版发行迄今一百年 百年间台湾社会历经了巨大变迁 因此开展白话文转译编写工作十分重要、非常必要 台湾通识议程白话文本 这个有利于在两岸传播 让两岸青少年、特别青少年 他们这个情感上的融合能更有一个共同的死观 如果我们透过这一次两岸学者一起翻译的话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翻译的工作之后 让两岸或是台湾的青少年 对整个两岸的历史上面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采访中不少专家学者亦表示 在转译工作中 要致力于让台湾通识白话文版更加通俗易懂 他在这部书里头充分肯定明月的鲜明 怎么去开发台湾、建设台湾 然后肯定充分肯定正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部书的它有学书架 在就翻译的基础上 它吸收了很多的档案资料 它的调查、民间的一些故事 然后编成这样一本书 所以它史料价值也是非常充分 把它处理得更好一点 让读者群能够年轻的读者能够就更喜欢读它 这是我们可能下面就是要每位专家要做的事情 你用什么样的语言 用什么样的风格去陈述这个东西 这时候就是很考验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用比较平易近人的语言 把它传达出去 表达的能够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形态 让他们能够去听进去这种东西